以內是比較活躍 其他的大概是長遠 連這個當初的發起人或黨主席 都很難聯絡 好 那我要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在政黨法裡面的規範 大概是到管制到在整個政黨裡面的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層級呢 如果他的規模比較小的 人數也比較那麼不足的 那他有沒有必要來設置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政風單位啊 這些的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規範他 那我們到什麼樣的層級 我們並不是做這樣的這個規定 我們只是在 抱歉我稍微找一下說我們的這個 對 在張誠裡面我們只有說規定他 必須要設的這個組織 那譬如說 你一定要有張誠 那你的黨員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 會召開以議決的這個程序 以及你仲裁機構的設置等等規定 那其他你如果 你是大黨你要設更多的這個組織的話 你在你的這個黨章裡面去規定 那你如果是小黨 運作不屑這麼大的這個組織 或者你在自己的黨章裡面也是做這個必要的規定就可以了 好那我瞭解啊 那我要跟那個次長這邊講的 其實您剛剛提到了 因為我們有基於這個結社自由跟行政 我們比較鬆綁的一些法規嘛 所以沒有做太強制性的一些的一個規定 但是事實上因為政黨跟一般的人民團體 還是有很大的一個不同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的一個公權力 你包括我們在各方面的募款 還有我們的人力 包括在各項的設備得到社會的一個資源相對的會比較高 但是這個也是一般人民團體它所沒有辦法 它來享受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用同樣的一個標準 這個低標準來認定事實上是太過於寬鬆了 那所以呢你看像現在有很多的政黨的部分區啊 包括他們提出的一個人選 其實都是由少數的一個政黨的領袖 或者是少數人所決定的 如果一個我們沒有去嚴格去規範的話 特別是你的黨員的人數 還有很多這麼低密度的這些政黨小黨的話 特別連候選人都沒有提出的話 那我覺得未來呢我們在有一些 如果比較不孝的這些的有心操弄的這些政客 特別會在這邊產生一些比較讓人詬病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更嚴格的一個去做規範了 那所以我覺得政黨法還是有趕快我們確立的一個必要 趕快把相關的規定通過我們大家的一個共識 那我剛剛聽到次長您特別提到 我們的現在正在討論黨產條例啊 您建議應該是不把它列入政黨法來做討論啦 我們先把它界定清楚何謂是不當黨產嘛 可是坦白講今天在這裡我們都很明確的知道 這是衝著國民黨的黨產來討論的喔 那所以呢如果未來我們不在政黨法裡面去做相關的這些政黨的一個規範 包括在財政上做得更嚴謹的話 特別我們還是要強調 只要有拿到政府補助的政黨 都應該要做更明確的一個報表 這個我覺得是要特別提到的 是在政黨法裡面就有 好 這是我們所要求的啦 那很多的包括剛剛上一位賴委員他特別提到 你說一直在講 複聯會跟這個救國團喔 說是屬於國民黨的一個黨產 我們不曉得要講多少次喔 就是這些的團體早就有他獨立在運作了 如果覺得他有任何的不法 應該請政府趕快去查 不要老是跟國民黨的黨產扯在一起 如果說真的覺得這些有他們有一些相關的問題的話 我想這本來就是我們政府應該要去清查的責任 不要老是把它說成跟國民黨的 這是我們的黨產啦 所以我在這裡呢我還是要請那個次長喔 有的部分應該如何把它界定清楚 不要讓很多的委員誤認 這是國民黨的黨產一部分 我想請那個次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我講這個部分 這個當然各個政黨他所提出來的主張 可能這個隱藏在裡面都有他們的目的 不過剛剛委員所建議的這些事項 其實那個觀念跟我們內政部是一致的 我們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講 就是說有的是社會團體根本不是政治團體 至於複聯會政治團體的話 他並沒有證據顯示的話 他跟國民黨是不是有資金的這個關聯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請 沒錯 因為如果我們從現實面去判斷 你要說他是一個政治團體 他必須要從事政治活動嘛 那事實上如果你去複聯會的相關的活動 你去做一個了解 看看他們是在做什麼樣的內容嘛 是關懷的多還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多嘛 我想這個還是要讓很多民眾清楚 有些獨立在運作的 如果真的覺得他有什麼值得去查的 那就去查嘛 不需要把他跟國民黨扯在一起 好 謝謝次長 謝謝主席 好 接下來我們請趙天林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一下次長好 趙委員你好 趙委員你好 次長好 大家的共同關切的議題 他跟這個政黨公平競爭的運作 包括黨產的課題都息息相關 那所以在我們看的第一張這個powerpoint裡面 有關於從2000年以前就不談了 從2000年之後正式有政院版開始 那這歷經了民進黨跟國民黨的